毕业了 大家都各自奔向不同的人生 早在实习的时候 宿舍就基本被搬空了 床铺都是空着的 墨绿色的铁架子 还有木制的床板都裸露着 如同刚入校时的模样 书架也都是空的 蒙着一层灰 沈瑶进来溜达了一圈 就崩溃着走了 开始各处寻人道别 宿舍里又没法坐着 童言只好提前走到礼堂前 傻等着典礼开始 前天晚上和沈瑶挤着单人床睡 现在才觉得腰有些疼 童言在台阶上坐下 把腿拳起来 下巴搁在膝盖上 看礼堂大门口的人 进进出出 准备晚上的毕业晚会 还记得上届的晚会 就是在露天举办的 童言和沈瑶还挤在图书馆门口凑热闹 时间哗啦一翻片 就轮到自己了 据说这两天本来是阴雨连绵 今天却放行了 尘风吹过来 带着淡淡的湿气 童言两只手臂还住小腿 反复地想着 顾平生的名字 过了这么久 仍旧记得那天天气很好 清晨的日光透过窗子照进来 他整个人都拢在日光里 随手捏着一支粉笔 写下自己的名字 顾平生 礼堂里走出四五个人 都是阳光巨社的学弟学妹 还有已经开始在电视台工作的 艾米 频繁地恭喜毕业之后 艾米留下来 靠着童言 肩并肩地坐着 怎么 未来是大律师 还是法官 检察官 不知道 我不想做和法律有关的事 特别不想 童言是真的不知道 如果有可能的话 童言真的想任性地舍弃本专业 因为 这和顾平生相关 你是文科呀 不做本专业的话 出去会很不值钱的吧 童言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 好像 还真是 除了背书 没有什么会的 现在想一想 还是理工科的好 起码有一项专长 艾米笑着安慰她 哎呀 艳艳 你会唱歌 而且唱得特别好听 哎 你去考个普通话吧 我推荐你去电视台实习 童言随口应了 继续把下巴 抵在膝盖上发呆 从明天起 再开始考虑未来的事情了 今天是作为学生的最后一天 毕业典礼 持续了两个小时 童言穿着学士袍站到最后 上衣都湿透了 等到终于宣布结束 所有的帽子都飞上天的时候 童言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袍子脱下来 让自己透一透气 汉师的短袖贴在身上 童言低头摸纸巾 就猛地被站在身后的沈瑶 撞了撞手臂 哎 顾平生 童言来不及反应 就已经被沈瑶扯到了外侧 从这个角度 能看到所有法学院的老师 还有院长 顾平生真的就站在院长身侧 看着老人家说话 身上是很简单的休闲衬衫 白皙而轮廓清晰的脸 眼神仍旧是波澜不景 童言就那么远远地看着他 每个细微的动作 就在童言的眼中 被无限度地放大着 沈瑶在说什么 童言都听不进去了 很快 广场上的三千多人都解散开来 比火车站还要拥挤混乱的场面 拥抱 告别 合影千字 有哭的 有笑的 亦有疯癫闹着的 曾经最受欢迎的老师 在毕业典礼这天回来 总能牵起很多人的回忆 除了沈瑶和童言 几乎所有人都上去穿着学士服 与顾平生合影流年 堂堂法学院的老院长 倒像是一下子成了陪衬 笑呵呵地站在每个学生的左侧 而顾平生呢 则被提出各种要求 配合着流影 班里同学 还以为顾平生是特意来陪童言的 自然也以为童言远远地躲开 只是为了避嫌 有几个关系还不错的 在如愿合影之后 还特意走到童言身边 表达着临时占用顾美人的愧疚 最后 还是童言 先离开了呢 无处可去 就走进礼堂 看晚会的最后一次排练 他是历届的主持 自然没有人会拦他进入 到阳光剧社的节目的时候 童言就在后台 站在巨大的幕布后 看着台上七八个男女生 拿着夸张的艺术腔调 在演绎着毕业离校的场景 舞台前的观众席 大部分都空着 只有眼职人员在观摩 这时 有几个人从后侧的幕布绕过来 忽然就对着童言的方向 礼貌地叫着顾老师 童言忽然就紧张起来 有人在身后说 辛苦了 并不是顾平生的声音 童言手都有些发软 却庆幸 真的不是他 身后的那个老师 似乎是新的学生会老师 并不认识童言 只和几个学生 低声交流着晚会的安排 童言继续看着台上认识的人 彩排话剧 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低头一看 是顾平生 发来的短信 原本是想要跟你说几句话的 现在却发现 这么做对我来说 不是很容易 童言同学 恭喜你顺利毕业 DK 后台是谁开手机啊 不知道彩排的纪录吗 关掉 因为是话剧彩排 台上有扩音器材 这样的声响 足以打扰到每一个人 后台的人都看向童言 童言拿着手机 恍惚着发现自己犯了错 撩开幕布 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 杜老师 是我 童言 同学们 这可是咱们历届的校晚会主持 今年好像是 童言 你是今年毕业是吧 对 怎么样 有没有直接声言啊 没有 这样啊 童言摇头 和这个常年合作的老师 寒暄了几句 那天晚上 童言直接离开了上海 没有去观看 属于自己这届的毕业晚会 童言坐的是卧铺 半夜睡不着 就跑到过道的休息椅上 去坐着 不停地接到沈瑶的短信 告诉他 有多少人为了纪念毕业 在跳湖 有多少人抱着维纳斯的石膏 像在合影 这样彻夜不眠的 告别学生时代 真的是疯狂 而又让人心酸 火车驶过轨道的声音 机械而有节奏 童言看着看着 竟然就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 等到五六点开始天亮时 童言醒了过来 走道上已经有早起的人开始走动 他从包里翻出洗漱用具 平凡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依旧是和气的声音 没有多说什么 只说要来接站 童言猜到了 顾平凡是为了顾平生的事情 就没有拒绝 平凡的车停在火车站对面 隔着一条马路 他做好了万全的心理准备 可是真见到顾平凡的时候 还是非常尴尬 平凡看出了童言的顾虑 等童言上车之后 很快就说 不要太有心理负担 我早就说过 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 我都理解 说完 就从后座拿出一打打印好的文件 递了过来 这是TK自己亲自写的 拜托我带给你 童言拿过来 发现是房屋买卖合同 出售人是顾平生 而购买人自然就是童言 我拿到的时候还很奇怪 他为什么不选择赠予 而是买卖 他说赠予比较复杂 需要他本人出现才能办理 那买卖呢 就简单了很多 你只需要签字 剩下的手续 我来帮你们操作 顾平凡的语气 刻意轻松着 笑着开顾平生的玩笑 边说边已经 把笔递给了童言 但童言没有接 言言 他这么做是尊重你 其实在我们心里 都已经把你当作他的太太 虽然两个人不得已分开 但这也是他必须要做的 而且请你相信我 如果你不接受 他也一定会坚持换别的方式 把这套房子给你 你知道 他真的很固执 挺让人讨厌的 平凡把笔放到文件上 笑了笑 童言说 让我想一想 好 还有我会办一个联名户头 把你放在他那儿所有的钱 都移到我和你的户头里 那大额的取用呢 我会直接授权 所以其实我只是一个挂名保障 平凡继续说着 事无巨细 车里的冷空调打在身上 冰冰凉凉 顾平生的每个安排都很妥当 毫无瑕疵 到顾平凡说完 眼睛已经明显泛红了 张开双臂 顾平凡紧紧地抱住了童言 好了好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这个不省心的弟弟 从来都没有让我轻松过 童言也抱住了顾平凡 平凡姐 对不起 颜颜 你不要这么说 虽然结局并不美好 但毕竟我们曾经是一家人 一家人 童言曾经那样渴望得到 完整的一家人 如果顾平生有个健康的身体 那该多好啊 童言一定会不顾家里的事情 死皮赖脸地缠着他 反正顾平生真的很优秀 很能赚钱养家 可顾平生的身体这么差 或许本身就只剩下二十年的寿命 却会因为拼命工作 在简短五年 十年 甚至更多 这样的后果 童言想都不敢去想 最好顾平生能够离开 去任何地方 不需要太多的存款 也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没有爱情 他总会为了这么多爱他的家人 而好好对待自己的 和童言分开的那一年冬天 顾平生回到了费城 也换了公司 原本是因为签证的问题 出境七天居住 顺路去做手术后的身体检查 没想到检查过后 新项目很快就来了 对冲基金投资 是费城和中国办事处 共同合作的项目 老爷的身体渐有好转 似乎也没有什么 必要回去的理由 顾平生最终决定 将七天出境 无限期延长 留了下来 到圣诞节的时候 罗子浩和顾平凡 不约而同地过来做客 罗子浩到得早些 顾平凡却因为先去看个朋友 到这里的时候 已经是平安夜的傍晚了 外边是浓烈而温情的节日氛围 推开门 却只有两个大男人相对坐着 不停地打字 看电脑 顾平凡都觉得自己 错入别的时空了 难道我记错了 今天不是圣诞节吗 罗子浩长舒了一口气 哎呀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 总算有个活人 能跟我说话了 平凡忍俊不禁 顾平生要是想不搭理一个人 实在是太容易了 只要一开视线 他的世界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到他 平凡不管到哪里 都是要和教友们共度圣诞节 望弥撒的 罗子浩不堪寂寞 同去感受了一次教会的节日 两个人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顾平生 顾平生正在厨房煮牛奶 安静的厨房里 除了烧煮的声音 就再没有别的动静了 忽然 一个牛皮纸袋挡住了顾平生的视线 顾平生抬头 看见顾平凡说 我帮你都办好了 顾平生打开牛皮纸袋 把所有的文件都拿了出来 发现还缺了一部分 怎么好像少了赡养费的那部分啊 我的大律师 你可别忘了我可是你的前辈师姐 怎么可能连这些都办不好呢 问题呢 是你家顾太太也是法律系出身 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去看 唯恐占了你什么便宜 好了差不多了 大概农历薪年以前都会给你 我以前从来没有代理过这种事情 双方离婚 却唯恐对方吃亏 顾平生又低下头 一张张地看了起来 厨房实在是干净的过分了 顾平凡本身 也不是一个会煮饭的人 可这么看着 仍然觉得有些 孤家寡人的凄凉感 顾平凡靠在冰箱门上 忽然敏唇 打亮顾平生 顾平生察觉到了平凡的视线 微侧头 事已平凡 有话之说 分手的时候 童言到底和你说了什么呢 其实 我曾经暗示过他 我和你都不会介意 他先离开你 有很简短的沉默 过后 顾平生说道 说什么并不重要 都不算是真话吧 我记得 你小时候不是这样的 你喜欢吃什么 从来都不让我碰 如果没有那样菜 你宁可吃白米饭 也不会碰其他的 TK 你占有欲不是很强的吗 玻璃杯里盛着牛奶 顾平生举到嘴边 慢慢喝了两口 有些烫 以前在家里喝 童言从煮好到最后 放到自己面前 都是温度刚刚好的 你如果试着去争取 我觉得童言不会这么坚持 如果她是你妹妹 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会不会也说出 这些话呢 平凡 劝导你妹妹 去接受一个 不会彻底治愈的病人 你会吗 远近亲书 终究还是有区别 说到底 还是我自私了 如果我自私了 如果你以后的先生 他随时都会离开人世 离你而去 你会不会每天都焦虑不安 或者说 悲观绝望 乌鸦嘴 平凡没有正面回答 却等于 没有正面回答 却等于默认了这个说法 顾平生看时间到了 试了试牛奶的温度 还是不对 顾平生不知道 童言是怎样的耐心 才能把每天这种小事情 都做到完美 事情都做到完美 还有一些话 顾平生没有再说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作词 华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